大家好,欢迎收看《恶梦阿姨》,我是J 山难事件屡见不鲜,也常听到获救者叙述山内诡异的事件 然而再怎么悬疑,都没有日本北海道SOS山难事件神秘 这起事件至今33年成了日本的知名悬案 到底事发经过与真相是什么呢? 位于日本北海道国立公园大雪山中 有一座由13座山峰所组成的旭御峰 于1934年12月4日被日本指定为最美海拔最高的山峰 每当冬季来临时被白雪覆盖的旭御峰成了滑雪圣地 到了夏季白雪融化,旭御峰就会呈现出花团景簇的美丽景色 因此吸引了许多爱好登山的人前往旭御峰爬山 但由于山路险峻,加上尚未正式开发为旅游景点 想要登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1989年7月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 在东京大总制药公司工作的两个年轻人 入驻北海道大雪山国立公园附近的一家温泉旅馆之后 便出发前往攀登仰慕已久的旭御峰 但到了中午却开始下起倾盆大雨 两人原以为这场雨只是个午后雷震雨而已 没想到这一下就是一整天 到了傍晚的时候 其他登山客因着恶劣的天气都早已发回下山 但两人却在此时迷了路 又因没有带齐通讯及救生装备 只能凭着直觉沿着山路 试图想要往南边走到永别川 看看是否能找到当地的村落 随着夜色的来临 旅馆老板眼前两人迟迟未归 直觉应该出事了便立刻报警 当地警方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类的案件 但面临着突如其来的暴雨 又有极大可能会遇到石块滚落或是土石流的危险 警方也无法及时出动上山搜救 众人只能祈祷两人在这低温又恶劣的天气下 能找到一个弃圈之处存活下来 到了第二天早上 警方开始组织当地救援队展开搜救行动 不过要在这树丛茂密的山区寻找两人 简直就像在一片旷野上寻找两只蚂蚁一样困难 加上两人极有可能为了躲避大雨而藏身在隐秘之处 这让搜救队行动更是难上加难 而昨日暴雨又冲刷掉登山客所留下的痕迹 搜救队虽然努力的搜寻 却仍毫无所获 就在这时一名熟悉山形的当地人提到 在攀爬须叶山的途中会有一个地标的岩石 方正的就像一个保险箱一样 又称为金库岩 这块岩石往右走是唯一登顶的通道 但就在几年前因为暴雨的关系导致岩石跟鸡松动 滚流到山坡的另一边 两人会不会因为岩石的错落错误的方向被误导而迷路 众人一听蹲雾大开 搜救队按照思路让直升机飞往岩石仙弹的位置寻找 果然在一旁空地上看见由19段树干摆放成巨大的SOS求救讯号 就在距离两公里的地方发现瑟瑟发抖饥寒交迫的两人 众人纷纷夸赞两人居然能在这恶劣的天气里面 短时间内摆出如此巨大的求救讯息 让救援队都感到佩服不已 但两人却一脸不知道的表情 SOS求救讯号?什么SOS? 两人只知道他们无法下山之后找到一个地方躲雨 能做的就只剩下祈祷了 搜救人员看两人对求救讯号满脸的问号 换他们一头雾水了 这SOS不是你们制作的 难道是另有其人? 开始猜测其他地方是否有受困的登山客 搜救人员带着充满疑惑的两人下山之后 其他人继续在附近搜索 看看是否真的有其他受困的人 果然才刚休息没多久的搜救队又被叫回山上 在求救信号的周围发现一个被困的人 不过全身已经腐烂只剩下一副白骨 相信被困了很长一段时间 警方将这副海骨送往旭川医科大学进行鉴定 在海骨旁边还有一个背包 里面除了装着一些生活用品 还有一台可以同时播录的录音机和三卷录音带 还有一本首种智慧的漫画 经过初步的检验这幅海骨死亡时间已经五年 白骨上面全是野生动物啃咬的痕迹 身高约160公分左右 是名女性 学行为O型 年龄落在30岁出头 又经过了两天的分析结果 最终确定死者是名男性 学行为A型 右肩和左小腿有骨折的痕迹 但无法判断是生前还是死后造成的 若是生前就已经骨折 就能解释为何这个人在悬崖壁上无法移动 但却无法解释他是如何制作SOS的求救信号 加上尸体的内脏都已被野兽吃光 无法得知当时的禁食状况 警方对比五年前失踪的人口揭露 经过调查 三天后确定这幅海骨是一名叫森田盛宴的失踪男子 艾芝县人 1959年出生 在艾芝县江南市一家汽车配件厂工作 据调查森田与五年前1984年7月中失联 据公司同事回忆生前失踪时才25岁 身高160公分 体态偏瘦弱 非常喜爱动漫和游戏 平日喜欢宅在家里 很少与人来往 在失联的前两年爱上了登山运动 原本事情到这也应该告一段落 但毕竟真正死亡原因 还是必须要调查清楚 这一查让警方感到毛骨悚然 马上联想到巨大的SOS求救讯号 不是获救的两人制作的 那就是这个死了已经五年的森田摆放的 根据测量这个SOS求救讯号 长约18公分 宽5公分 由19根白滑树干拼凑而成 树干的直径约15到15公分左右 树干的折断处明显有刀斧砍过的痕迹 所有的树干分支和树叶也都全部被砍掉 很明显自救求救讯号的人 是个非常有登山经验的人 这点与爱登山的森田非常符合 吊诡的事只剩下一副骸骨的森田 背包内的物品却完好无损 三角鹿一带也能正常播放 警方还听到森田在临死前所留下来的录音 播放的全段全是翻入动漫的主题曲 其中包括超时空要塞 宇宙战剑大和号 魔法公主 圣战士登拜音 五方三世等等 当播放到最后的时候 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突然录音机爆出一阵诡异的呼喊声 SOS 助けてくれ 武器の上で 死者の声から8年 最终鑑定の結果 白骨遺体は男性で SOSの声と同一人物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 その声から 吹り上げてくれ 这段录音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头皮发麻 整段呼救录音包括中间两次的中段 总共持续了2分17秒 森田全程都在声嘶力竭的呼喊 在找到森田海骨的同时 搜救隊又找到另一具残骸 是名女性 除了白骨上流的女性衣物之外 皆无其他用品 令警方感到差异的是 在听森田留下的录音带的时候 到了后半段 听到一名女子的惨叫声 不断7日的重复喊着很热 经尸检後 海骨明显有烧过的痕迹 证明该女子是被烧死的 警方推测有可能是森田 与这名女子有关系 两人相约到叙玉山自杀 森田当下突然不想死 便发出求救讯号 但女子死意坚定 所有有极大可能是被森田烧死的 却不知为何突然下不了山 也有人猜测森田误入邪教 又骗该女子上山 进行活人献祭的仪式 在烧死女子之后 受到不明的力量控制 所以无法逃离山区 随后才会死在叙玉山上 而森田所留下的录音档 听过的人都深感有股诅咒的力量在里面 尤其是该女子喊叫的那一段录音 特别令人感到暴露锁 整件事情疑点重重 疑点一 诡秘的SOS讯号 这个求救讯号经鉴定 被砍下的树干的确是五年前所砍的 但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砍伐树木的工具 以森田的身高与身形推论 就算身体当下是正常的状况 要在一天之内砍掉十九根树木 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若他真的一天之内砍下这么多的树根 要怎么摆放成SOS的求救讯号 怎么说都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 有这个体力和时间 森田为何不想办法下山求救 而是在山上等死 查看警方的搜救记录 森田于1984年失踪的 曾派出直升机三次搜救 但三次都无功而返 在此之前 警方派出的直升机和航拍 都没有看到这个SOS求救讯号的存在 1.2 森田有没有同行伙伴 据调查森田的同事 及当时他入住的旅馆老板回忆 从他出发到住宿在出发至虚余山时 都是一个人 并没有人同行 但也不排除在山中与他人结伴的可能 而摆出SOS求救讯号的人 一定有户外求生的经验 况且在SOS讯号附近不到200公分处 有一条雪水软化后所形成的河流 只要沿着河流往下走7公里 就会看见一个村落 所以森田要是偶遇结伴的人 是不可能不知道只要顺着水流往下走 就能下山的尝试 即便他们忽略了这一点 在现场并没有发现砍伐树木的工具 难道同行者们制作完SOS以后 才发现那条河流并丢下森田 拿上工具就走了 但从森田骨折的伤势判断 也不至于活不下来 除非他们是故意抛下森田的 但都能很心的抛下他 那为什么还要把森田 从悬崖上救下来呢? 另外施检报告说 内脏都被野兽吃光了 无法判断森田当时的进食状况 按照常累 一般攀爬须遇风的人 都会至少计划一到两天的行程 也就是说最多到第二天晚上 就会顿凉了 那如果真的有同行者 为了填饱肚子活下去的话 那森田的内脏真的是被野兽吃光的吗? 而那具被火烧死的女性骸骨 是森田上山偶遇的人 还是两人早已认识 并约在山上见面? 1.3 森田录音带谜团 为什么森田会特意录下求救声? 目的到底是什么? 或许是想等体力透支使用录音机 将求救声播放出来 但从录音的内容来看 他并没有录制自己的身份以及位置 还有身体的状况以及有力的施救讯息 加上森田处在深山中 周围人机稀少 即便播放录音也很难有人能听到 而森田所使用的录音机 就算是将声音放到最大声也并不响亮 也就是说 就算播放录音也是一个没有求救功能的 更诡异的是 森田为什么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喊花录音? 通常这样喊的目的 是要让远处的人能清楚的听到声音 按照推断 森田录音的方式应该是有明确对象的 但前面提过 从出发到入住旅馆到须余山 森田都是一个人 那他是对谁喊话的呢? 假设森田呼喊的对象不是人 会不会是直升机? 因为在森田的录音中有一句是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直升机的地方 由此可知森田看到了直升机 这起诡异的SOS讯号求救事件 直到1989年7月这次的搜救行动才被发现 这个求救讯号要嘛真的是森田自己制作的 要不就是同时期其他登山客所做的 但在警方的报案记录中 1984年里只有森田这一起登山失踪事件 自从这件离奇的山难事件之后 传出了各种议策与谣言 警方为了辟谣便把这巨大的SOS撤离了现场 并用绳索和指示牌沿着山路做了详细的指引 以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山难事件 去玉山SOS求救事件至今33年了 森田也离世了38年 所有的线索链都让事件增添了一股神秘的色彩 而事故中的疑点也都成了未解之名 至于真相如何也只有森田自己知道了 这个故事真的充满神秘与诡异 尤其是录音带的内容和那名不知为谁的女子 难道山中真的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未知秘密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聊的事件有没有其他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J,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班 下班